文风有说法 说说心里话 广场舞 顾名思义在广场上跳的舞 但是现如今广场舞大有 走出广场 踏出国门之势 所以广场舞进小区也就不稀奇了 稀奇的是 跳着跳着天上掉东西 事发武汉有话说说 摇摆身姿 灿烂的笑容 动听的歌声 浩荡的阵容 好嘛 这就是一景啊 而且呢 不分年龄 不分职业 不管你来自什么地方 只要加入广场舞 那就一个字 爽 先别急着爽 为什么呢 有人很不爽了 比如这次事发武汉某小区广场舞事件 人家还没跳半小时 突然呢 众人感到有东西啊 从临近的二号楼上飘洒下来 不少人都被撒了满头满身啊 这什么东西从天而降啊 哎呦 接下来那个潮啊 在物业人员的调解之下 之后众人才逐渐散去 哎呀 这是发生在国内的 你还别说哈 先如今咱的广场舞 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不久前 一群中国阿姨 在美国大跳广场舞 结果呢 被当地警察 哎 给带走了 哎呀 这又得说回那个老问题了哈 噪音扰民 按理说呢 跳舞的有跳舞的权利 休息的更该有享受清静的权利 但是当这俩权利发生碰撞的时候 该咋整呢 有人说了 得找人管管呀 找谁呢 物管吧 恐怕人家没权限 环保部门吧 人家也说了 哎呀 不好取证啊 最后的解决思路恐怕是双方多理解呀 哎 这倒是句大白话哈 确实在男之法 甚至在休闲娱乐等等公共设施 难以不到位的情形之下 恐怕每个人的功德意识 相互体谅的意识才是关键 跳舞的 你得想想啊 被你吵着休息的 说不定 就是一数学老师 万一没睡好觉 数学课上成天文课 这么无人子录 也有可能是医生 马一瞌睡 抓错了药 造成医疗纠纷 这责任 有您没您的呀 当然了 该休息的人呢 也得注意啊 动不动往楼下丢东西 这更是不道德 砸伤了人 还得承担法律责任 总之吧 双方理解万岁 如果非得让我出一主意 说怎么才能跟出此类纠纷 我想啊 不如找各位歌手聊一聊 我唱歌的时候 要不咱也回避一点 类似的曲风呗 无非就是扰民嘛 而说到扰民 一些配套设施 长期被闲置 被挪作他用 静音规定呢 呈纸上谈兵 人们休闲娱乐 被迫过分单调等等等等 这些变相扰民 才是真扰民 这些变相扰民 我给你了 这些变相扰的 因为是它的变相扰存在